台湾艺人叶欢在1988年与王杰合唱《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而走红》 但在功成名就之际,她迷失自我而患上忧郁症几乎丧命 后来,她从宗教、亲情和医疗中得到援助,走出了阴霾 叶欢称如今有如获得重生 叶欢接受媒体访问时,坦然直率地剖白了她的过去 多年前因为感情创伤,使她得了恐慌症,后来更演变成忧郁症 有段时期,她很没有安全感,对许多事情都感到很害怕 一到了空间狭窄,或叫昏暗的地方,就会莫名感到恐慌 她说,以前考虑太多,一直想把所有事情都想做好 得失心很重,希望得到肯定,因此频频感觉挫败 人生来到了另一个阶段,开始想一个问题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什么? 为物质,或为赚钱 我开始发呆,一直走不出去 安静时就想要放弃生命,对天呐喊,我活不下去了 在功成名就的背后,夜欢过得很不开心 人生来到顶点时,却捉不住,让她非常害怕 对自己的演艺生涯,一度感到迷惑 恐慌症及忧郁症,最终找上了门 患病断断迟迟长达两三年,唯有尽量不到昏暗的地方 还有一个秘诀是,凡事不要太过,不要吃太饱,太多或太少 她也曾求助于心理资商援助,打电话到忧郁症专线 或向精神科医生求诊,靠吃药控制 那时,只有两种选择,不想活或者选择站起来 因为念及亲情,担心家中的老母亲和父亲 再加上社会资源援助,她才渐渐走出阴霾 信主后,则让她更了解了病情的癥结 她说,信主是冥冥中的安排 因为从小到大有人向她传福音,如歌手娃娃或导演 她总是不以为然 2007年,从美国回来的表姐回台传福音给家人 叶欢就信主了 一手放我的真心在你手心唱红华人市场的叶欢 在十多年应翻版的猖獗 暂将歌唱事业摆歌下来 将重心力都放在拍摄电视剧 当时翻版非常猖獗 唱片业根本做不下去,所以就跑去演戏 叶欢说 虽然没出专辑十多年 但信主后的叶欢希望通过歌声传达喜乐 于是推出了福音专辑 她说,如果有人找她出流行歌曲专辑 她也会把福音歌曲纳入内 多年来,叶欢依然截然一身 可能一次情伤让她受伤很深 以至于不敢轻易做下一个决定 她坦言希望组织家庭,但时候未到 叶欢推出过九张个人专辑和五张合集 她最爱自己填词的你的宝贝 还有让她走红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放我的真心在你手心 叶欢表示,我的歌都很少哭得死去活来 但如今重唱回以前的歌曲感触很深 好几年前,叶欢第一次到槟城 遇到一名十七八岁的男生 对方不知她的身份 热情地带她游骨寄屈 让她对槟城人的纯真热情留下深刻印象 她说,当时在槟演出只有短短几天 就趁空档独自到处走走 遇到一个男生 很热情地为她讲解和介绍槟城 并带她到海前附近古迹区走走 要走时,我告诉她到一个地方可以找我 结果,她真的来了 她看了我的演出之后 才知道我是歌手叶欢 她很惊讶 而她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叶欢笑着说 那一次的槟城古迹区由不但难忘 也让她发现了槟城的美丽风景 拍下了照片留念 这回第二次抵冰 叶欢很关心地问起记者 古迹区是否还存在 似乎想要再重回旧地 回味一番 叶欢自从2017年拍完民視八点戏剧春花望路后 从影幕前消失长达六年 她后来一人住在山上 每天深夜十一时入睡 作息极为正常 怎料有一天在家中时突然头疼 整个人摔在地上 想起身都做不到 最后在邻居的帮忙下挂急诊 才成功捡回一条命 叶欢心有余悸地说 还好摔倒当下没有撞到头部 但她当时真的爬不起来 像小狗一样趴着 反应也呆呆的 事后到医院检查也找不出病因 但她觉得是一个警讯 体验生死一瞬间的叶欢 自从那次头晕后 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状态 通过控制饮食 适量运动让自己保持健康 在2022年5月22日 叶欢加入黄金岁月演出透露近况 坦言体力大不如前 光是连续参与公益活动五六天 就累得回家需躺一个礼拜 即使体力大不如前 叶欢仍乐在其中 直言妈妈三年前过世 如今自己成了无父母 无家庭 无男友的三无独居淑女 但已有信仰驱使 她有动力做更多事 看到偏乡孩子从两年前的 紧张无措到现在的落落大方 她说 我没有孩子 但那一刻真心觉得 我像孩子的妈妈一样 有好大的满足感 她认为生命的意义 在于两个生命相互碰触 成为彼此记忆中 一块美好的印记 叶欢已经六年没拍戏了 这次回归参与民事八点档 黄金岁月 在休息的阶段 她意识到 工作对我的影响很大 当我停下来后 变得不太会生活 很多地方没有耕耘 爸妈走了 我告诉自己要慢活 她搬去接近大自然的山脚下生活 笑称 很幸福 我觉得我是仙女捏 即便慢活没工作 但她可不悠闲 有满满的教会活动 她会随着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同服侍 献爱做公益 最让她有感之仪 是教小孩打木香鼓 尤其看到孩子们 年年有所成长 也许只是一点点进步 也能从孩子身上 看到未来的无限希望 心里相当满足 叶欢不仅对小孩子 十分有爱心 对自己的后辈也是爱惜不已 此次在《黄金岁月》中 饰演叶欢女儿的林雨萱 是首次加入民事八点档 她表示 一直以来都演苦情角色 这回逆临演大学生 坦言有点害羞 于是每天勤于保养 设法让自己看起来年纪小 最开心是碰到实力派演员叶欢 罗巧伦 形容幸运能遇到两位天使演员 尤其第一场戏 叶欢就给足了母女之间的情绪 搭档很感谢她的毫不保留 她也透露 私底下叶欢会在休息时唱歌 很幸运听到 而跟罗巧伦的戏是很有压迫感 但她本人非常善良亲切 两人也会分享聊起 言反派收过最爆笑的留言经验 不过事业有成的叶欢 在感情上却没有得到一份满分的答卷 外形亮眼的叶欢 最轰动的情史 即是情缠李罗与王世贤 叶欢在1998年拍《盐田儿女》 结缘李罗 两人陷入热恋 传出私下穿情侣装约会 当场被民众发现 两人分手后 叶欢与李罗的兄弟王世贤擦出爱火 爆出情同手足的两男 因叶欢种下心结的传言 后来有制作单位 有意要邀请王世贤来节目 与李罗解开误会 但王世贤却婉拒邀请 而让李罗相当失望 李罗表示 若能跟世贤和好 即使让我退出演艺圈 也在所不惜 但王世贤文讯后 却说他根本不用在意 是李罗想太多了 后来演艺圈便传出 王世贤拒绝上节目 是因为他现任女友叶欢 曾是李罗的旧爱 为了怕见面尴尬 所以才干脆借故不上节目 不过对此传言 李罗低调表示愿意忠心祝福 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王世贤则大方认为 每个人都有过去 只要你能够对你现在的行为负责就行了 其他并不重要 在节目中 李罗谈到自己和当年好兄弟王世贤 因一场误会形同陌路 让他不禁红了眼眶 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被他的真情流露感动不已 原本王世贤是抱得美人归的 不过最后 不管是李罗还是王世贤 都没有和叶欢走到最后 和叶欢分手后的王世贤 情定圈外女友黄丽云 并于2004年结婚 现在的他 对于在事业巅峰之际 做出隐退决定 一点也不后悔 尤其在父母相继过世后的这六年间 他对人生有新的领悟 虽然还是少女一朵花 却很懂得享受单身人生 不过 毕竟人都是有灵魂 偶尔收工后 潜意识下拨电话给妈妈报平安时 才惊觉现在没人可以打了 忍不住落泪 虽然没有婚姻和恋爱对象 但叶欢珍惜身边亲人和朋友 一样可以享受温馨温暖的情意 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虽然孤独但并不寂寞 强大的女人 才有能力选择这样的人生 这意味着 她们会靠自己担起人生责任 经济上自己自足 心灵上也不畏寂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